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纳部落是布农族中人口最多的部落 民国二十四年 日本人希望能方便管理市居中央山脉郡大山的布农族人 而强行将原始邹族族人居住的这座台地 让给散居信义乡深山里的布农族郡社群族人 据说最早住在本地的邹族人的姓氏叫鲁鲁娜娜 因此族人就将此地简称为鲁鲁娜 光复后将它简化音译称为罗纳 由于南投县细腻乡是山地乡 大部分的部落都是建立在丘陵台地 甚至是山坡地 能够找到又大又平衡的台地 就只有罗纳部落了 所以乡内要举办大型活动 总是会先想到罗纳是否可以承办 我们听到公署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继续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很勇敢地就是接下这样的 这么大型的活动 对我们来讲也会有点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 也是部落第一次成居这样的 可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一个活动 少数进来也会有6000人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面对种种的压力跟困难的挑战 如今我们也给它一一地去克服 希望对我们对部落 带来一些所谓的官方的效益 信义乡的葡萄杯马拉松 本来是由乡公所为主要的承办单位 因故决定不再举办 一个动辄数千人的马拉松大赛 要由部落来承办 确实是少见的 村长勇敢地决定 接下这么大型的比赛 是因为许多族人 支持这样的活动继续办下去 更希望活动能带来观光效益 不过人潮是否带来前潮 部落族人还在学习如何朝向观光部落的路途前进 今天准备几份啊 准备差不多300粒还是400粒 这样够吗 我看今天很多人 大马比萨族的原住民马蜀已经是这里的特产了 每逢有活动时 一定会看到大马比萨族一家人忙碌的声音 他们的马蜀可是有限量的哦 晚到了就只好下次再来咯 除了原住民马蜀外 有些族人也会在家里的空地摆起摊子 卖起自己的部落美食 部落此时化身为美食商城 让外地来的朋友们不怕找不到东西吃 提供部落把六个社区很免费的摊位 来促销他们的产品 可以说我们特产以及手工艺品 还有我们部落最远的烤山猪 甚至小米酒都可以展售出来 部落为了欢迎远到的客人 除了美食外 目前没有民宿的罗纳 更大胆地将部落化身为大型的露营区 提供远道而来的选手们搭帐篷 希望能让选手们不用为住的地方伤脑筋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就有露桃兼露营 本来就有那个心理准备了 就还好啦 还好啦 当然不是那种营地的 是那种外面的露营场地这样 那不是那么专业的露营场地 是可以体验 不够平 水泥地都没关系 这种东西凹凸凸凸的 下面垫起来 碎还是要高高低低 还是那种活动中心 它那个水泥地比较平 那这个高高低低的话 突起来就还是一样 我还想你不要把绿色拉起来 在多达三百组营卫需求下 部落里能搭帐篷的地方都空出来了 公园 学校 空地 几乎能运用的空间 都有人在忙着搭帐篷 忙完帐篷住的问题 主办单位在部落里的园区 举办了一场选手之夜 在这空旷的场地里 享用在地的封贝餐 欣赏原住民的歌舞节目 如果只想放松身心 也可以躺着欣赏天上的星星 您会发现罗纳寸的天空 在星光点缀下很美丽 在族人猎枪的炮声中揭开序幕 这场部落第一次筹划的葡萄杯马拉松大赛 也正式启动 大家从罗纳国小的大门出发 部落族人和游客们也都热烈地在街道上 给予选手们热情的加油 选手们经过国小大门时 走到旁正在烤着布农族有名的烤猪肉 阵阵的烤猪香味告诉选手们 不管多累多辛苦 一定要跑回来哦 才能吃到美味的布农族烤肉 参加马拉松的选手 卯足了全力在跑 部落的拉拉队也热力十足地鼓舞打气 在每个补给加油站里 最特别的是这群达马乌达斯 爸爸爷爷级的拉拉队 他们是部落活动不可或缺的乐团 有他们的演奏 音乐就不会单调 最会炒热气氛的就属他们了 在路跑的回程中 看到他们就知道自己要跑到终点了 就在选手陆陆续续回到终点时 布农族的烤肉将烤熟的肉切下来 准备给选手们享用 而葡萄杯的主角杏一厢最有名的飓风葡萄 也在现场贩售 这一箱箱鲜甜的葡萄 就是跑完马拉松后的最佳饭手礼 希望借着这个活动可以 就是带动地方的发展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然后也可以帮助农民地方 增加一点的收入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 可能是因为前所未有的 在部落来讲是一个最大型的活动 当然也有部分的村民就是观望 因为罗纳从来真的是没有办过这么大型的活动 我们各方面的宣导也做好了 然后当然在同时 这个活动所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当然也很多 因为这个是毕竟第一次办大型的活动 当我们也经过自己的内部检讨会议 以及跟县政府这样的讨论的结果 也把问题一一的点出来 那我当初我也在会议当中 我也告诉他们 还好我们都是有反省灵力的人 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办活动 没有检讨没有反省 那就是没有进步 那我就是举许勉励他们说 还好我们都有这种反省的能力 那我们点出来了以后 我们把部分就是做修正 不好的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记录 然后如果要续办的话 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解决改善 这样的话对于整个活动 才可以让跑者能够满意 那当然我们这一次办的是 台湾的马拉松活动 应该还算是一个在名列前 就实名以来评比 在评比方面 那我这边的反应 其实百分之九 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 是满意的 那希望我村长一定要继续给他办 我这边下去 帅哥帅哥帅哥加油 好吓死啊 罗纳部落的族人 和其他的原住民部落一样 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的工作 不过因为广大的台地环境的事宜 以及灌溉水源的充足 这里从事精致农业的时间 比许多部落都早了许多 能种植的物种也非常多样 走在部落的农田里 你会看到许多部落有的农作物 这里的农田大都能够种植 族人只要努力地耕种 总能有不错的收成 罗那部落也因为有优渥的种植环境 有些族人选择种植属于精致农业的花卉 不管春夏秋冬任何季节来部落走走 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花在田野间绽放 因此有些人也将罗那部落成为花卉部落 因为种植花卉的关系 许多农田里晚上会开灯 帮助花卉行光和作用 形成部落的特殊景观 白天选择 白天逛花海 晚上看灯海 在无光害的农田里 从山上远眺 你会发现 罗那的夜晚有不一样的美丽 能有这么多样丰富的物种在部落的农田生长 可以说是上天给部落的恩赐 灌溉水源的充足 则要提到部落的主要水源笔石兮 这条部落赖以为生的水源 除了提供部落农田灌溉水源外 也是部落的主要饮用水 因为水量的丰沛 由许多族人自己牵水管到家里使用 笔石兮的水源 也提供了自来水公司牵营水管 到简易自来水厂处理 因此部落族人在饮用水的选择上 可自行牵水管到家使用 或者申请自来水使用 这条部落赖以为生的水源 也曾经因风灾而破坏过 族人经历过多年无水可用的痛苦日子 所以在进入水源区的大石上 刻着活水泉源 提醒族人饮水资源爱护水源 我从部队配舞在99年的时候 我了解到协会的运作 其实在部落里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协会的一个组织架构 但却没有实质的在运作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看了很感触 就是说别的小的村庄竟然能够发展的 比我们这些大的村庄还要进步 那如果说那么大的一个部落 又是一个指标性的布农组 最大的部落 如果没有一个突破性 我想新的我们年轻一代的 如果能够对部落有一些贡献 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才依然居然在100年的时候 他们在选举理事的时候 主动参与 然后那时候也当了理事 所以才慢慢渐渐了解 我们部落里面协会的运作 那边有雪像那个花骨有没有 帮它修四方形 在这边在这边用刀片 在原住民部落的社区活动里 很少听到来自罗纳社区发展协会 在部落营造活跃的表现 正在纳闷这么大的部落 为何没有运作时 理事长到处了协会遇到的困境 我刚接任理事长的时候 其实我参照了我前几年的一些业务资料 其实当时或许是上一任理事长 他没有在业务上的协助的人 在帮助他 所以我看一看之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留给我 那我只好就是去其他的部落 其他的协会 然后去了解一下协会正常的运作 一些相关的业务 那在推动的时候一开始 就当协会是属于一个围落的部分 所以他也没有建造 那相关在修缮的部分 我们遇到了这个困难 又遇到了我们虽然里面有营印机 可是营印机又不能使用 那如果说要营印一些资料跟文书的话 那势必我们还是要到都市去 去找这个其他的厂商 然后协助我们营印 那如果说以前 我们可以说以前他们都只有挂名 那实际上在参与 我想只有母亲姐或是父亲姐 那协会才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公所的补助款 然后借用着这样子做一个 敦心目凌的一个运动活动 协会刚开始 一切的运作都非常艰辛 不过看到部落族人 慢慢开始参与复出社区环境清扫中 除了一些协会的干部外 年轻力壮的青年也参与其中 他们背着割草机 熟练地帮忙割草 不一会儿的功夫 许多垃圾杂草都清理干净了 等一下我们就按照 按照整个程序慢慢下去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你们看如果说还有一些 比较贫苦的需要帮忙的 到各领头如果还没有发现 那我们再把一样把那个棉被物资 把它扒下去给他们 大家开始分配任务 进行老人关怀的部分 发放物资给需要的族人 物资装上了小货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中 志工们仔细地比对 需要发放的族人 务必把来自外界的物资送到最需要的族人手上 冬天到了所以给那老门关怀 在发放的过程中 志工们也跟受祖家庭寒暄问候 了解受资助者的状况 是否有其他的需求 货车在部落的大街上行驶 志工在小巷中穿梭 有人负责确认资料 有人负责搬运物资 让平时冷清的部落街道温暖了起来 忙完了物资发放的工作 听着李市长威威道来他对罗纳公园的未来规划 可以感受他们期望对部落的想法 看着展眼台的设施 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的使用 期望再次来到这公园时 李市长的想法已在这里推动 恢复他本来的功用 你看他设施其实都设计得很好 那就是说后续的部分在管理上 除了协会能够真正去 实际上去把它做一个后续管理机制建立之后 其实你看这里如果设置了一个所谓的 露营区的部分 那就是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来这边做露营 除了物资的发放外 部落里也设置医院看病的 接驳车 让部落的族人可以在需要看病时 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 单任驾驶的伊比大哥是布农族的族人 会说族语 让老人家不会有距离感 已经多年开接驳车的部落服务的伊比大哥 也分享了车内温馨接送的小故事 这些病患有时候因为为了他的生活 也为了他自己的身体 也为了他自己的生活的目标 他真的非常的认真 每天都几乎都躺上去 不管刮风下雨 他们都躺上去 就如同刚才那个年轻人一样 他虽然不多话 但是他一直都是很努力地想要把自己恢复过来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真的是那个冰囊吃太多 有时候他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停车去买个冰囊 或者说他有什么需要 或者说他甚至有时候会要求我们说 我能不能下去凑个冰囊 哪怕是一两口他也要下去凑囊 这是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感人 也蛮好笑的一个基础的 当然很多的老人都是很热能去做一些附权的动作 因为大哥开的借拨车 每天都会固定经过部落 接送需要去医院的族人 在车上 他也会和族人亲切地问候 询问是否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不管是下雨天或晴天 都能准时开到部落 让族人安心看兵 罗那部落因为是布隆族最大的部落 所以常会受到外界较多的关注 而部落推动事务 相对的也比其他部落复杂 部落凝聚共同意识的工作也相对的不容易 因此部落里成立了许多的协会 各自在这里逐梦 露鲁纳公园就是正在形成的梦想 我们露鲁纳这边的公园本身我们现在只是刚起步 所以变成说只有公园的部分先完成 那之后我们的发展可能会局向于说走观光的路线 那观光路线我们就会有一些农产品 因为本村很多农产品 那我们可以推广农产品这一方面 在我们部落也很多的舞蹈班 那舞蹈班也是可以吸引一些观光客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露鲁纳以后的发展就是不只增进部落的经济发展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带动他们所耕种的农产品不要外销到外面 因为外销到外面他们变得多赚了一手 等于是我们农业农产业的农夫 坦白讲就是我们部落的主人 他们的一笔的费用等于是被博成了三成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我们自产自销 那他们赚的也比较多 那这样子在经济上在部落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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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悟局办的植树节活动 许多族人在这里种下了树苗 也种下了他们对部落的期望 露鲁纳协会也努力地往梦想前进 虽然过程中也有族人观望批评 但只要是对部落有益的事物 相信会慢慢受到族人认同与支持 在这里有人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成立协会竹梦 也有一些人努力地在这块土地生活 他们的故事也是部落美丽的风景 即便是一块制作腊肉的主人 曾经是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 因为一场意外让他双眼失明 也无法再继续经营搬家公司 生活面临困境 在一段时间的消沉后 他决定不再向命运低头 我曾经卖过猪头猪肉之类的东西 卖过鸡蛋 因为自己本身不太方便 所以也是做得不了了之 再经过一段时间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会走上 做腊肉这一条路线 我只是偶尔在电视听到说 腊肉怎么做怎么做 就可以了 当初就是说照着听到的那个讯息去做 事实上我们听得跟我们所做的 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曾经失败了三个月 做一做 他的肉不是发臭 不然就是生虫 后来在不得已的办法之下 我就随便去拨电话 随便去问 东问西问 说实话也碰到很多闭门羹 他连讲都不要讲 连理都不要理你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 福里的陈老板陈先生 我第一动电话就直接问他 我表明跟他说 我现在做的是湖南腊肉 可是我一直做得不好 陈先生也在电话中做一些指导 我也去过两次陈先生 陈老板的店 他也上来一次亲自教导 以他的家族方式 还是他们的传统做法 直接就交给我 也在这里感谢台中的 大众爱心协会的陈先生 他也教了我怎么去做正统的湖南腊肉 所以我今天能够做出 我不敢说我的腊肉 真的是符合大家的口味 可是最起码 我现在做的腊肉 不会生虫 不会腐败 所以非常谢谢陈老板 跟台中的 大众爱心协会的陈先生 他们的一些细节上的指导 真的很感谢他们 从放弃到重生 需要多少的勇气 因为思青哲他的不放弃 让他的贵人 愿意请郎相受 制作腊肉的方法 没关系我菜一辆 菜一辆那个砂糖 在家里制作腊肉 弟弟会帮忙切肉 老婆负责调味秤重 平时送货 就由老婆骑乘机车 载他送货 老婆在生活中 盛了他的眼睛 两人时常骑着摩托车 经过田野中的产业道路 送货到店家或住户 许多族人认为 部落能成为观光部落 是因为部落里 有一个很像公园的 布农文化园区 许多人盼望 这个规划中的布农文化园区 能带动部落的观光人潮 不过到现在 严格说来 这里还只能说 是一块大草原 还不具备文化园区的成果 设计文化园区的时候 也有设计到说 要做一个教育馆 就是文化教育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是很重视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建设在里面 因为我们部落是一个很大的部落 然后很多的文化的东西都是从部落开始去发扬出去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段时间就是断层了就是没落 所以我上任以后 我就一直希望能够重新的适合 就是能够负责我们对文化教育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活动或是有祭典的 我都会接受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共同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复赠的工作 村长认为 这块空地将负担着很大的文化复赠功能 不过经过了四年的等待 这里还是一片草原 无法看到文化园区的雏形 之前的规划就是它里面会摆设我们 父母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还有一些旧的照片 还有一些我们以前的祖先人 先人说用过的东西都会放在那边摆设 让外地来的观光客 能够更认识了解我们地方的文化 这一舞台它是为了要让我们 就是在文化表演上面要使用 当然比较遗憾的就是 它里面的建设 并不是我们当初想象中的 就是很多文化的特色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好像是比较 看起来是比较现代式 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想 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来建立相公所 甚至有观单位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改造 我也没想到 因为当初他们来跟我们做规划的时候 他们也许误过 我们是要比较延迟的东西 但是没想到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没有 原住民的特色严肃在里面 这个是非常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 这块名为布农文化园区的空地 是否真的可以成为部落所希望的原地 还是变成跟部落格格不入的场域 考验着部落族人与当政者的智慧 园区内木板上写着 山枪迷路 山珠迷路 族人也在这条路上 试着寻找正确的方向 每年的12月24号 罗纳部落从中午开始 就会慢慢地涌入许多车潮 有些是部落在外工作的族人回乡 更多的是来这里观光的游客 这些子弟们 很少共同在一起 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圣诞节 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学生时代 那很多我们新米乡的同学 一到圣诞节就算学校不准警驾 他们还是要回来 那所以就是说 表示他们把这一天 当做是一个他们最大的一个竞节 那因此就是说 无论是学生在外地就业的 那然后都会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他们会带同学 那或者是带他的朋友 那全部来 那参加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假期 那这样一个竞养 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家里的地步是要准备的 那据说那就是在圣诞节之前 那好像还有一种就是购买年后的那个状况 水里都是原住民的朋友 对 热闹水里 那所以那就是有一种那种静节的气氛 那所以那就是说 表示那就是家里都已经 从以前就已经准备 准备外地的来 会有这种无论就变成是说 是一种聚会的时间 是共同的时间 更是分享的一个时间 那所以他们带朋友来 那所以呢就是 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竞语 然后就是教会本来就是从以前就有了 那这种圣诞节的那晚会 所以那接着教会这样圣诞的晚会里头 自然配合大家这样的一个 对这一天庆节的那种向往 然后心都要添加 那也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机会里头 这样的一个晚会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就会全部的人去参与的时候 所以就慢慢的就已经不是 纯教友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晚会 那而是呢就是 全部人都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所以慢慢的就是 纯教友性的活动就变成是 连外地的都来参与 那一直到现在 在部落的街道上 也早就摆着各式各样的摊贩 烤肉小米酒年糕等 罗那街上走一遭 一定有你想要品尝购买的物品 随着天色渐暗 车潮渐渐挤满部落的停车场 人潮也开始涌入部落 进入部落的圆环 正在进行点亮主灯的仪式 连绵部落的圣诞灯海 像是举办大型的圣诞派对 璀璨缤纷 走到部落著名的骆驼山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灯火灿烂的 罗那全景 如果是希望看到部落表演 就要尽早到天主堂找位置 此时不分宗教信仰 部落族人都欢迎远方游客来参与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就说那既然就是 既然是一种共荣 是一个分享 那我想这个不违背 基督降生的整个信仰的本质 那虽然我们说 我们也教会是一直强调 就是说宗教的交流 奥に称为 山虎 西吉 山虎 山虎 所以我们不同的信仰 我们是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里头 一起来共有 就是分享我们的信仰 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这样 也告诉今天是耶稣的诞生 也带有一点就是我们扶传 我们扶传不一定是用讲道理 或者是什么 先有这种生活的体验 让看到我们罗那 或者是基督宗教 在这一天里头 他们所庆祝的 他们的意义 他们的价值之后 那也许他们自己会反省 那将来他们对天主教 基督宗教的看法也所改变 那也许他有一天有缘分的话 那可能也加入我们教会的团体 那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 无论说可能有一点说 违背宗教级分 可能有带有一点就是 那就是只有欢乐或者是什么 那不是呢 因为我们圣诞节里头 网会是只不过是 为我们天主教来讲是 其中的部分而已 那我们还有真正的意义 比如说那我们的泥沙 泥沙才是真正的 那我们过圣诞节最重要的 那我们圣诞节就是 那有三台仪撒 那比如说佛法游行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 报价音的一个形式 每年的晚会中 部落的乐团也是一个亮点 吹奏表演的 大多是部落齐老级的乐手 民国四十几年 我们有一位叫 宗教师刘老师 我们教会干部 他们说 我们乡下没有什么好处 那个刘老师在都市里面的人 他在外面 他说 我们乡下人应该 我们也可以举办一个乐队 后来叫我们这个 康部开会宣布 哪一个年纪人喜欢去的 类型这个乐队 你不知道还送到哪里去 我们后来 我那时候小孩子不懂 我就跟着他们去 我那时候才16岁 就不喜欢在家里工作 我就拖着他们去 我们去那边自己带东西要吃的 那时候我们刘老师把我们这个教友 牵住一点 有钱的就住钱没有钱的就只带那个米啦 什么事物 带我们去那边两个月修念 两个月 两个月修念 没有薪水的吗 没有 在那边很累啦 那边老师教的也是很满 一年也有一个 我们在那边两个月修念 又回来 第二年在我们再去 我们奖金有大概16个 七个的大概就10个 人家都没有写到 是这样子 后来遇到这边 那个刘老师 因为外面结婚啦 上司啦 有时候把活动 就是用乐队以前是好像经济不大 就是靠这个乐队来热闹 节目内容结束后 就是持火把报家音的活动 在部落走透透时 别忘了回到天主堂一同参与 这也是圣诞节庆活动中 值得推荐参加的内容 不过前提是 必须撑到近午夜 报家音的活动才会开始 大家手持火把 徒步环绕部落 此时你可以看热闹 也可以许下心愿 为来年祈福 去迎接全新的一年 旅行 我会订出 一片一片 連在我身後 我愛你管在 北陸 路遠中民 路遠中民 哪裡新的阿卡巴